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我们JS中的隐式转换 那相应的规则呢 也带着大家来测试了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JS中的显示转换 在显示转换中 同样也是这样几个规则 只不过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些 方式来转换成 将某些数值转换成 我们想要的一个形式 首先还是这几种形式 第一个转换成数值 第二个转换成字符串 第三个转换成布尔类型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其他类型转换成布尔类型 那还是那几个规则 除了假就是真 那现在想实现一种强制转换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布尔函数 进行一个强制转换 那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数值形中的0或者-0 会转换成false 我们的noun呢 n也会转换成false 包括我们的空字符串 也会转换成false undefended 包括noun 这样几个形式 会转换成我们的false 那接着来试验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强制转换 给来一个例子 强制转换的例子 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来写一下 script 上面一个变量 或者直接来写 哇 test等于 布尔的 写成一个0 接着alert一下test 得到的就是false 好 在这儿没有刷新 False没问题 不用new也可以 False 好看到了 那接着再写一个test等于布尔的-0 还是False 包括 test等于布尔的 写上一个NN 也是转移着False 写个注释啊 其他类型 转换成布尔 类型False 还有test等于布尔的 写成一个Undefended 同样的转换成也是False 接着还有一个规则 空字符串 空字符串会转换成我们的False 和我们的这个 引试转换的规则 是不是一样呀 这叫空字符串 也会转换成False 那接着再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布尔的 0.0 得到的结果是真还是假 对 也是False 那其他时候都是真了 写成一个字符串的0 得到的也是真 这是处 刚才我们的一个数值型 少写了一个0.0 和我们的这个 引试转换的规则一样 引试转换的规则一样 好 接着再往下看 其他类型转换成我们的 字符串形 我们可以通过Stream函数 来转换成我们的字符串 那数值呢 会转换成数值本身 字符串呢 其实就不用像这个 向字符串来转 也是字符串的本身 包括我们布尔类型的触 会转换成字符串形式的触 和False Undefended呢 会转换成字符串的 本身 包括我们的Num 来试验一下这几个 其他 类型转换 转换 从 sift串形 test等于一个 string的 写成一个 1234 那这时候你看得到的 结果就是这个 sift串 这个数值 本身 1234 就是这个数值本身 包括你写一个 辅典数 也是string 12.34 23.434 也可以得到结果 数值本身 那字符串呢 也是转换成字符串本身了 this is a test 这个字符串本身 布尔类型 写成一个 tru 会转换成字符串形式的tru 那false呢 也会转换成字符串形式的 false 包括我们的 num 会转换成 num 还有这个 undefended 还有一个 not a number 得到的也是 本身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其他类型 转换成字符串形 其实最麻烦的看到 最后我们再说的是 其他类型转换成数值形 在数值形中 分为我们的整数和浮点数 先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第一种形式 通过number函数 强制转换成我们的数值 那首先呢 数值就会转换成 原来的数值本身 那字符串这一块 如果字符串可以解析为数值 则转换成数值 否则呢 会转换成n或者是0 那布尔类型的 tru或者false呢 会转换成1和0 undefended呢 会转换成not number none呢 会转换成0 这样几个效果 我们来试验一下 其他类型 转换成我们的数值形 通过number函数实现 好 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test 等于number函数 写成一个数值 12 现在得到的结果 还是12 包括我们的福点数 包括我们的福点数 23.232.3 得到的结果 也是他 接着 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布尔类型 tru会转换成数值型的 1 fals呢 会转换成数值型的 0 包括我们的undefended 会转换成一个not number n 包括我们的none 也是n 还有一个none 得到的结果是0 再往下 还有一个自负串形式 那如果这个自负串形式 能被解析成数值 你看 现在不能被解析成数值 这时候转换成的是一个n not number 那如果是纯数值的自负串呢 这时候就可以转换成这个数值本身 324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 需要搞清楚 这是其他类型 转换成数值型 我们通过number来实现的 那接着再往下看 在下方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这样几个函数来实现 首先可以通过price pass anti 返回 转换成整数的值 其实用到的是这样一个函数 还可以通过pass float 返回 转换成浮点形的值 这样的效果 那先看第一个 转换成我们的整形 可以看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要写的这个字笔串 第二个呢 有一个进质 如果说你不写它的时候 默认的是以实进质 形式来显示 当参数 第二个参数 值为0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没有设置这个参数的时候 这个函数会根据string 来判断数字的一个基数 默认是实进质 当然呢 假如说你一个数字 要是以0x 或者说以0123 这样的形式 它也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转换 那先来看一下 通过price nt进行了一个转换 通过pass nt进行转换 成整形 test等于price nt 写上一个123 那现在就是一个实进质数字 你没有跟第二个三数 默认的是不是也是123呀 对 那同样的 你要跟上第二个三数 写上一个0 效果也一样 234 第二个三数是0 你看得到的结果 也是234 本身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还可以来写test 如果你等一个 以0x才开始的 同样的你也没有指定 写个0x abcdef 你看得到的结果 转换成的是一个 16进质的数字 同样的 你再写一个8进质的 0 1 2 3 得到的是一个 8进质的数字 8进质的数字 这样的效果 它在这里给你写了 可以自动的 如果说这个字符串 是以0x开头 它会把它转换成一个 16进质的数字 如果是以0开头 那么呢 它会把它转成8进质 或者是16进质的数字 也是根据你这个字符串的形式 同理 如果你给上这样一个 1到9开头的数字 它会把它解析成 10进质的数字 那如果字符串 是以合法数字开始呢 会截取我们的合法数字 刚才我们测试的时候 没有把它放成字符串 本来就是一个数值 当然呢 对于数值 我们也可以进行转换 你看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这123 还是123 接着再把它启用 转换成的还是234 再把它启用 转换的还是我们的 16进质的数字 这是8进质的数字 8进质的数字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你也可以指定一下 假如说写一个price and t 10 或者23 把它转换成 2进质 这时候得到结果 1 44 45 转换不成了 转换不了2进质 那转换成 8进质 是37 那转换成10进质 就是45本身 转换成16进质 得到的是69 也可以跟上第二个三数 指定转换的一个进质 这也是可以的 好 接着再往下 如果说 这个字符串中 像我们写的3king 这时候会得到的结果是 3 会取我们的合法数值部分 那接着之后再有数字呢 它也不会取了 取到第一个非法数字开始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需要注意 接着test你要等一个price and t 处 得到的结果 你看 也是一个非法的 那接着如果你要写上一个 布尔类型的处 得到的结果 你看 也是一个非法的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说这个字符串中 开头和结尾有空格 也是允许的 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试验一下 再写一个test的 price and t 3 空格5 空格7 a 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3 这样的效果 可以有空格 如果他们两个之间没有 得到就是35 取的也是我们的 合法数字 前面的空格是可以的 包括后面的空格 也是可以的 它会忽略到这个空格 好 接着再往下看 如果说不能转移成 字符串呢 这个字符串不能被转移成 数字 它得到这个n 这个我们是看过的 同样的 如果字符串 以0开始时 旧的浏览器会使用 8进制的基数 而我们这个 ecma script5以后 默认的是 10进制的基数 ecma script5 它使用的是 10进制的一个基数 这个我们有个了解 就可以 好 接着再往下 再看一下 如果说 我们想把它转 回成浮点形的值 可以通过 pass float 返回转回成浮点形的值 同样的这个转换规则 如果说这个指定的字符串 中首个字符是数字开始 直到截取到 第一个非法数字开始 如果说不是数字开始 那直接返回的就是一个n 来看一下效果 test 通过pass float 转换成浮点形 test等于一个pass float 写成一个12.123.34 abc 得到的结果 123.34 或者说写成一个pass float 12.12.123 123 得到结果 就是123 那如果说 转换不成我们的 数值 这时候得到结果 n 同样的 你写一个 pass float 刚才这个写的是int 效果也一样 n 接着再写 写成一个 true 或者空格 写个213吧 得到结果 2000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转换不成功呢 就转换成一个n 不是一个数字 这是通过这两个函数 实现的强制转换 也可以 但是需要注意 我如果通过number 进行强制转换的时候 你看到 字符串 这个检验的时候 会比这个pass nt 函数严格的多 只要有一个 只要转 不是纯的 数字形的字符串 number函数 就会转换成n 而这个pass 而这个pass nt js中的数据类型 转换 转换 我们就已经 续完了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块练习一下 下一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js中的运算符 和表达式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